科比生涯末期两年4850万,韦德一年240万,这差距让人心寒,随着雷德宣布再占一个赛季,也让闪电侠的归属问题尘埃落定,面对莱莉整个夏天的怠慢,韦德并没有计较太多,为了自己和球迷他选择默默承受这一切,接受240万的底薪, 虽然这个时候金钱已不重要,但科比的末年合同,竟有两年4850万,想想两人都是忠于球队,为其付出一切的人,巅峰时期的影响力也差不多,结果差距却这么大,韦德作为超级巨星,性格低调也决定了他不是那种强势的人,他不会炒作增加自己的曝光率,让出球队老大,无节制的将心, 这些对于巨星本不可能做出的事,他却为了团队胜利全部都做了,真真切切的把一个职业球员的无私做到了极致,作为历史前五的得分后卫,韦德的生涯堪称辉煌,但却得到热火不公正的待遇,也让韦德彻底醒悟,感叹联盟根本没有忠诚,一切都是生意,如果不是亲耳听道,你绝对不会相信,这会出自一个球队最忠诚的人, 而这240万,我甚至现在都怀疑来历到底有没有给,下个赛季维德将开始最后的表演,也许赶不上科比的高光,但关注的人也绝对不会烧,正如球迷所说的那样,这样的比赛看一场烧一场,以后绝不会再有,希望下个赛季维德保持健康,顺利的完成巡演,为指引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,书写最后的家,画。 请不愿意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